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謝謝 大家好 今天很感謝慈山寺 各位同仁給我一個機會 和大家結過緣 不過要用三個小時的時間 講五韻 要大家聽得明白 並且懂得如何將五韻融在生活上 這件事了一真的有點不自量力 因為時間不夠 所以我會盡量用一些方法 給大家盡量明白佛陀所說的 五韻是甚麼回事 不過開始的時候 我們才要感恩我們的老師 我們的老師是誰 釋迦牟利佛 南無本師釋迦牟利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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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今天講五韻 五韻 佛陀講法教的時候 通常分開兩面 第一面就是文字的解說 這是第一面 你可以說這個文字就變成我們的經書 就是佛陀所講的法教 第二面是甚麼呢 實修 你只是如果是停留在文字那方面 你就會變成一個概念 概念沒有辦法讓我們解脫的 唯有要甚麼 透過這個叫實修 才可以讓我們真的得到那個解脫 有一些你會問 有人說這樣可以了 那只是實修便可以了 為甚麼要講概念的東西 那又不行 為甚麼呢 如果你修行修詞上面 沒有這個叫正確的見地 你見地不正的話 你走那條路 就好像《寧言經》裏面所講 你的因不正 後面的果就不對了 因此 言語的法教是需要的 但是如果你每實修的配合 停留在概念上面 這個都不是究竟的 是沒有辦法 那我今天要講這個五韻 是希望透過言語的解說 配上那個叫實修的方法 兩個走在一起的話 這樣就對了 這樣就可以幫到我們大家了 我剛才聽Water說 你們也有上過佛學班 大家對五韻都懂 這樣的反應給我 即是懂還是不懂 如果我在自己的地方上課的時候 即不是自己的地方 過去我上課的時候 我一定有些說話 我不敢亂問的 一問了之後 就下不了課了 你台上去知不知 五韻是甚麼 知不知 不知道 不知道 你為甚麼坐上台 你坐上台是有原因的 知不知 待會要出來做事 知不知 有些朋友不知道 大家知道的朋友 可以告訴他 五韻是在說甚麼 你懂懂事 我懂事 我剛剛就已經回答你了 的意思是五韻 いや懂事受想行飾 你覺得你知 我問你 五韻是說甚麼 說的是 要懂事受想行飾 而懂事受想行飾 是說甚麼 誤於是說 要懂事受想行飾 而懂事受想行飾 就是誤養 要懂事受想行飾 即是怎樣? 我去問你 你怎樣說我知道五韻是關於色獸想行色 這五個東西是怎樣影響我們的生活? 你只知道五韻的解釋 至於這個五韻是怎樣用在生活上 你們知道嗎? 知道嗎? 我不問你們 你們早就說不懂 你們待會留堂吧 我跟你們說 知不知道嗎? 五韻簡單來說 五韻只是說兩件事 第一是你聽得到聞得到摸得到觸碰得到 乃至你眼睛看不到的電磁波、輻射 都是屬於一個叫物質世界裏面 這個就是五韻的第一個色韻 講到這裏 我們大家想想 有沒有東西不是在這個色韻裏面 摸得到、問得到、聽得到 所有東西都包含在色韻裏面 對不對? 是嗎? 有沒有東西不是在色韻裏面 有沒有? 沒有 所以我們姑且叫這些音聲 或者摸得到、聞得到、聽得到的、輻射 我們給它一個名叫 顏色的色、色法 五韻裏面講兩個事情 第一個就是講色法 第二個事情是講什麼呢? 心法 講心法 五韻裏面是講這兩件事 我們現在講摸得到、聞得到、聽得到的等等 必須要在我們的心裏顯現出來的 你才知道它能顯現出來的 對不對? 所以這個叫五韻裏面有一個叫心法 心法在五韻裏面是屬於第幾韻 就是後面的四韻 受、想、行、食 佛陀為何要我們去知道這件事呢? 他要透過五韻給我們去了解 了解什麼呢? 是什麼讓我們生煩惱的? 要在一個很粗淺的層面 他要指出 是什麼讓我們有情緒呢? 都是從自己胡冤生辭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要很快去進入 真的讓你們很快去實際體會的狀態裡面 所以你們說 我還沒有搞清楚 色受、想、行、食是什麼 不重要的 不知道是不重要的 待會你體會到 你自然就會知道 我們就講這個叫做 這個 哼 這個 看看 看到嗎? 看到嗎? 你們 大家都看到 這塊東西 是 就是一塊毛巾 是嗎? 是嗎? 對嗎? 對嗎? OK 後面這個有近時看不到的 最後這個 這個 戴眼鏡的哥哥 你的手拿著 兩隻手指黏著這塊繩 拿著 手指公和食指 拿著 只拿著繩頭 不知道坐下 坐下 坐下 他看不到 他看不到 所以我就讓他拿著 一邊走一邊走一邊走 我要讓大家看到 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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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塊布還有沒有? 沒有 為甚麼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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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一塊布 是嗎? 這個哥哥拿著 拿著之後 散了 散了 那你把這條線 無欄 再分開 拿出來看看 這條無欄 原來他是經過 很多的線 組合在一起 我就把這些線 再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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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了 我想說甚麼給大家聽 所有我們看到的東西 所有 就是胡怨裡面的 這個運 是甚麼? 釋法 所有現出來的 這個世間的有 這個世間的所有的有 有山河 有大地 有物質 有桌 有燈 有色身 所有的有 都是由不同的東西 組合出來的 是否有一塊東西 是否一塊 一塊 來 來 來 一塊 一塊 拿著 當你看到一塊的時候 你看看 這個所謂 它會組成的時候 我們頭頭 是否要看到 看到 一塊的東西 原來這個 叫做一塊的東西 它是由 很多不同的 元素 組合 成為了 一個有 出現 對不對 大家有沒有問題 對於這件事 有沒有問題 包括現在 我們說的 台面台報 或者房間 它都要 如果以房間來說 它要泥水 要轉頭 要很多的元素 再有人 去做在一起 那就成為了一個 這樣可以 裝得 人的東西 我們給它一個名字 叫做房間 包括這個人的肉體 人的肉體 都是有不同的元素 組合 而成為了這個 叫色身 什麼因素 就是人的 身體來說 負精無血 兩個和合在一起 都未夠的 負精無血和合在一起 都未夠的 差一個什麼 神色 要三樣東西 和合在一起 才能成為一個胎 這個胎 還要有 它的環境 有一個健康的子宮 就可以在裡面發育了 然後再出來了 出來之後我們就說 身體的東西 就是有 火精裡面所說的 四大 佛經裡面說 這個人的身體 是四大組合的 地水火風 空 還有一個空 很快地說一下 什麼叫 地水火風 它有六個特上 所有堅硬 滑 摸下去滑滑的 或者粗的 或者是硬的 軟的 都會 譬如什麼呢 在我們身體的特上來說 骨頭 你摸到硬的 這個就是地帶的特上 你摸到肌肉 或者我們嘴巴 那個舌頭裡面 那個口腔裡面 很滑的 這個都是地帶的特質 比如說火大 很多人以為火大 就是一定是火生起的 不是的 是說它的溫度 你摸下去的東西 冷的 或者不冷的 它都是因為有火的特質在裡面 這個我不再細說了 佛陀要指四大出來的時候 是因為要破這個身體的我執 它就教人家 在四念柱裡面 怎樣收這個四大 破身體的我執 而教我們怎樣做實收 不是說特別發明一樣東西 傳授一個知識給大家 這個不是佛陀的本意 所以這個 我暫時不帶煎出了 許乃胡冤 遂冤 第一個冤 遂冤 回來 因緣和合走在一起 對嗎 才可以顯現那個有的出現 你會問我 為何我要懂得這件事 你先等等 你繼續聽下去 聽完 你要聽完後面的四個溫 後面的四個溫是說什麼溫 不只是說感受 它是說什麼 就好像你的眼睛 你一說我眼睛看前方了 你是不是知道你看到東西了 這個就是瘦 但是一般的人不會去到這麼小的 瘦吻 就是說眼睛觸碰到眼前所有的東西了 所以你才會說 啊 生起了那個叫做 想穩 想穩不是說我去思考 不是這個意思 你的辨識能力馬上跑出來 你的分辨能力馬上到 就好像現在我們眼前的銀幕 你碰到一個銀幕了 你知道有一個銀幕 銀幕裡面有一個什麼景象 你解釋你都知道 你都懂的 這個就是我們後面的那個思韻 所以說想 這個行穩是說什麼呢 是說我們的心 不是心臟的心 是我們心念的心 它那個行相 它一直在那裡走動 心一直在那裡走動 而導致到前面我們說的 受穩 想穩 行穩 這三個穩 其實這三個穩是從哪裡來的呢 是從後面那個色穩走出來的 這個色穩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的心 那你會問我 為何佛陀 為何要這麼分四解呢 就這樣說色穩就可以了 就這樣說我們的心就可以了 為何要把它分成五個東西呢 第一 就是物質的世界裡面所發生的一切 包括這個聲音 眼睛看不到電磁波 第二個就是我們的心 你說心就可以了 說心念就可以了 為何要分得這麼細呢 因為實修的時候 當這個行者去到某一點 行者當時就會知道 是受穩在那裡動 是想穩在那裡動 還是其他的穩戒處在那裡動 起碼他會知道 我現在去到某一個境界 有些什麼境界出來 他不會以為那些境界 是他自己證到神通 他不會搞錯了 這個境界 是我已經馬上證悟 去到某一個證悟的方向了 不會的 因為這個無怨必須分得很細 在我們修行的時候 我們就不會走錯路了 那你會問我說 那行 我知道了 五韻是說色法和心法 炒一碟 我知道了 那又怎樣呢 好 我現在問一問你們 譬如我們日常時間 我們遇到一些 不是很愉快的情緒生氣的時候 你怎樣去處理 你怎樣處理 有些人就會和朋友聊天 有些人就會打遊戲機 各做作的事情 去讓自己的注意力分散 不要讓這些情緒繼續干擾自己 一般人就是這樣說 譬如說 去年社會很動盪 無論你說執法人員也被人打 出來跑街那些也被人打 那你怎樣叫他們說 大家自控自控 控制住自己 控制住自己 回到家之後 有些就說 街上走的那些對 有些回來就說 不是 街上是維持治安的警察 對 家委的人都不和了 在這個時候 亂說放下放下 做得到嗎 做不到 那要怎樣 這個時候 如果你懂得用五韻去看自心的話 你起碼有個工具 讓我們做什麼呢 馬上 就好像風吹走了雲霧一樣 起碼你可以守住自己的心 不會被外景 拉走了我們 這個五韻是教我們怎樣解脫的 你說到解脫大家一定說 這個好了不起 一定是這一世 這一生裡面得到什麼證悟 不是這樣的 每一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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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景發生什麼事 你都可以把心就如如不動 就這樣放在那裡 你繼續去處理事情 我們廣東話說 EQ好 你面對環境這麼激烈 你怎樣可以做到安住不動 如果你能夠看到是五韻在那裡動 是五韻在那裡動 是五韻在那裡動 是五韻在那裡處理事情 跟我的心沒有關係 那你就功夫到了 這個就叫功夫了 這個就叫修行 你聽起來就覺得 剛才聽起來好像很容易 現在這樣聽起來又覺得好像很難 好像從一個極端跳去一個 我現在馬上要你們去體會 做這個練習 你們預備好了嗎 可以嗎 你在做這個時候 你要答應我一個小情 什麼事情呢 收起你的筆記 什麼叫體會 體會 體會就是你自己親身去經歷的 就不是在文字上面 剛才說了這麼多 聽不聽得明白 五韻在說什麼 五韻其實是在說什麼 在說兩件事 哪兩件事 識法和心法 兩件事炒一碟之後 那個人就亂了 對不對 這個心法和識法 五韻其實是說來講 有一件事炒在一起 是哪兩件事炒在一起 心法和識法 炒在一起 這個人就亂了 對不對 可不可以 明白嗎 可以嗎 可以 真的可以 你們看到這個銀幕嗎 看到嗎 銀幕上面有些什麼 有個日落的太陽 對不對 看著它 然後閉上你的眼睛 你閉上你的眼睛 這個太陽 日落的太陽 要依然在你的心裡面顯現出來 必生眼睛 然後 再開眼 再開眼再看多次 然後 後面的同事 可不可以幫我 待會我叫他們 閉上眼睛的時候 你要關掉這個 關掉那個畫面 現在你們的眼睛 只是看著日落的太陽 不用看下面的船 不用 好 等等 不要關掉 我現在問問你們 這個太陽有光嗎 圓的嗎 是不是四方的 不是 不是四方形的 有光 反正就是白白黃黃 紅紅 反正就是光 光芒來的 有沒有熱的 有沒有 有的 好 好 好 看著 看著 把它關上 好 謝謝 這個日落的太陽 還在你的心裡有顯現出來嗎 所謂顯現的意思就是 你還記不記得 要記得 要記得 你現在開眼 開眼 不要閉上眼 你還可以有這個太陽的影像嗎 也可以的 拍掌給我聽 可以的 批證 不行的 做不到的 批證 很好 大家都做得很好 現在我跟你們說的 不是我發明的 是佛陀教的 在無量壽經的 觀無量壽經裡面 十六觀的第一觀 初觀 這個不要緊 日落的太陽 依然在你的心裡可以顯現出來嗎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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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那我問你了 現在日落的太陽 在這個空間或者畫面 有沒有的 有沒有的 沒有的嘛 為什麼可以在你的心裡顯現出來 為什麼要來的 因為 你叫他 因為你的心 推動他 我要生起這個日落的太陽 對不對 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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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問你了 這個日落的太陽 可以在你的心裡顯現出來 你可以告訴我它是什麼顏色 可不可以 一樣可以 什麼形狀 可以 有沒有光芒 有 沒有缺 可以的 是嗎 所有的影像 景象 或者現象 就是有 世間的有 這些有 都是必須 從哪裡出來的 都必須要從我們的心裡出來 對不對 沒有問題 這個大家 對不對 可以嗎 你說不是 是我的眼睛看到而已 關我的心什麼事 如果我問你 這個台上的桌上有蠟燭嗎 有 你看不到嗎 你是不是慢慢看 如果我問你 在台上的桌上有幾樣東西 你沒有辦法馬上回答我的 如果我問你台上有幾樣東西的時候 你必須要眼睛看到一樣東西 你的心就說 一 二 三 你是不是要 當你看到每一樣東西的時候 要在你的心裡顯現出來 你才可以數它為一 對不對 如果你們剛才有人說 是眼睛看早 就是關我的心顯現什麼事 如果你是這樣去問的話 你透過現在我這個問題 我立刻問你 台上有幾樣東西 你眼睛接觸到那樣東西 而那個事物 那個物件 如果沒有在你的心裡顯現出來的話 你根本不知道那樣東西是有的存在 對不對 你聽到聲音 如果這個聲音沒有在你的心裡停留過的話 這個聲音是沒有出現的 好像我們回到家裡 爸爸問我們 吃完飯了嗎 聽都沒有聽 你就進房間了 你媽媽進來問你 你這麼沒禮貌 爸爸問你有吃飯了嗎 你回答都不白 你就進房間了 有嗎 有嗎 我聽不到 因為剛才你的心思在其他的事物上面 所以入來你耳朵的音聲沒有停在你的心裡 換句話 你的心沒有顯現那個聲音出來 大家明白嗎 所以你聽不到 這個世間的有 必須透過哪裏才知道它存在 我們的心 就是講心法和識法 它們互相產生的關係 心法和識法互相產生的關係之後 你的心動了 有聲音了嗎 停留了嗎 好 找一個人來扮心 誰要扮 你笑得這麼甜 你來扮 他來扮演 心是無形無障的 講明給大家聽 所以為了讓你們容易明白 我必須找人來扮演 但是你們千萬不要搞錯 以為心是有一個實物 不對的 明白嗎 這個就是我們心本來的狀態 自由點 自由點 活潑的 不要這麼虛緊 你笑得這麼開心 到你 你不會孤獨的 來來來來 你放在中間 你放在這裡 放在這裡 自由自在 通外無阻 我們每一個人本然的狀態就是這樣的 直到有一個聲音來了 他就扮演聲音 這個聲音就說 說什麼好呢 你今天遲到 你今天 你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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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天遲到 他就做聲音 這個無阻裡面 聲音是第幾暈 第一個 顏色的是 色吻 這個聲音是不是屬於色吻裡面 是嗎 它是色吻 有個聲音來到 是不是需要有 那個 受吻就會生氣了 對嗎 受吻 誰扮受吻 哇 看你的頭得這麼低 這個就是受吻了 好嗎 這個就是受吻 受吻的意思就是說 你去這裡生 這個受吻是從哪裏生出來的 在深度 這個是不是我們本然的狀態 這個受吻 他知道有一句話生起了 是不是他要出現 受吻 接著是甚麼 上吻 上吻 上吻跟著到 但上吻記得是什麼意思 變色 分辨 懂得變解 這個分辨的就來了 近一點 這裡 誰 馮慶崇 他就是 這個就是 屬於 上吻 上吻就是 記者說什麼 你剛才說過甚麼 你今日遲到 他知道這句話的意思 就是你今日遲到 接著受 想 還有誰 醒 醒願 死了一群醒願 死了一群醒願 誰跳舞跳得好 轉圈轉得好 要轉圈的 自轉360 誰可以 行不行 行不行 好嗎 真好 他到了 他說你今天遲到 首先他走過去知道有聲音生起 是不是瘦 因為碰到他的耳朵 有聲音生起 有聲音生起 他去分辨 分辨就是 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你今天遲到了 他知道這句話 好了 這個行運 心的運作 這個行運 他就會說 在想 你算是疾我 你算是管我 你算是罵我 你現在什麼意思 什麼時候輪到你說這句 他是不是在想 轉 在想 不斷在想 不斷在想 想 想 轉左轉右 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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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情緒 是不是已經到 對嗎 對嗎 如果是讚我 我開心的情緒 就生氣 如果你現在疾我 我是不是那個 不開心的情緒 就到了 對嗎 好 五穩裡面 這個是什麼穩 食 跟著 誰是受穩 受 跟著 舉手 跟著 跟著 行 最後那個 最後那個 顏色其實是 在說 在台上的誰 是這個 是他擠出來的 明白嗎 當他是一個清淨狀態的時候 他叫如來臟 這個說多了 不要說 如果被世間污染的時候 我們叫做阿賴爺食 這個又講多了 不過沒關係 這個就是 是個本人狀態來的 OK 因為五穩裡面的 這個穩 最生氣的 這個色穩 它是 給我們在生命裡面 能夠去運作 必須要有哪個 有感受 我都碰到了 知道有聲音了 走前一步 走前面 知道有聲音了 然後 然後 跟著 相聞 去辯解 去分辨了 這句說話是什麼意思 跟著 行穩 行穩就是那個心 它就在那裡滾了 好了 在這個過程裡面 心法 是不是色法 炒完一碟 本來清淨的本言 現在去了哪裡 比前面這些 已經蒙蓋住 對嗎 所以這個清淨本言狀態 已經變了世間的色穩 情緒道 是誰讓這個情緒道 是誰讓情緒道 是誰 你們認識誰 大家討論一下 這個情緒 死了一群情緒 來來來來 這個扮情緒 這個情緒 這個情緒就是 關你什麼事 這個情緒道 沒有了 真的 跟他瞧著 跟他瞧著 為什麼要他們兩個瞧著 因為 他的心 生持了這個狀態 所以 情緒 不做了 明白嗎 所以 情緒是哪一個 運生起的 對 大聲也有些自信心 行運生起的 修行是修哪一運 行運 如果你今天明白了這個 如果你說 有什麼我為什麼不開心 就是 什麼人 什麼人令到我不開心 是嗎 對嗎 是真的是 死個死個死個 真是誰 誰令我不開心嗎 是誰令我不開心 是誰在這裡動 來跳舞 來 360度 跳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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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跳阿里山 阿里山的姑娘 哩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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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哩 是不是他在這裡動 或者他很生氣 在這裡 張牙舞爪 真是這個情緒 你說我被人欺負了 我覺得很委屈 好 欺負很委屈 又 第二個 欺負很委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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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又在這裡 抱著他 他整晚就在這裡欺負很委屈 欺負很委屈 對嗎 那整個晚上 他就把他抓住了 誰抓住誰啊 幸運 抓住這個情緒 他欺負我 我很委屈 是不是 你會說 的確有個事情發生 事情來 誰辦事情 來來來 哪個事情 你有沒有辦 這個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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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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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他見到 你為什麼要拍照 上課拍照 這些 那個五韻 是誰找 在這裡讓 讓他拍照 是誰找 是他的行韻 讓他在這裡拍照 他掛著拍照 他就忘記了整個貨物 這就是扮演 情緒 情緒 你扮演什麼 哪方面 他扮演手機上面的app的文字 這個人 一看到 一看到 那個文字 裡面很多曖昧的說話 很多曖昧的說話 他是文字 他不是情緒 你扮文字 對不起 你扮文字 他看到很多曖昧的說話 是必須誰過來 仇 仇 仇仇 仇仇要走過來 眼睛碰到東西 站在他前面 仇仇 有文字 他就看到 有文字 他知道 對不對 然後 他去分辨這個文字的意思 文字的意思 他覺得 他是在說一些曖昧的事情 好 心 行 行 就在那邊轉 小心轉到台 就是說 他先搞什麼事 他是不是背著我做什麼 對不對 然後 情緒到了 隨便 兩個都到了 這兩個是打媽 一人窯裡面 整晚都失眠了 文字很清靜的心 現在去了哪裡 你還看到嗎 見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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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怎麼辦 那我們怎樣可以去到這個叫 本然的狀態 不要說是清靜的狀態 最本然的狀態 那要怎樣處理 要怎樣處理 你們想 要處理誰 這裡這麼多個 要處理誰 是不是要處理那個行 是不是 要處理那個行 假設他看到手機 裡面有一些 不好的說話 攻擊我的說話 批評我的說話 我很生氣 批評的說話 就是說 這個行運 是不是醒來 就抱著那些文字 然後生起情緒 是不是 現在你說 我怎樣可以 你說我要處理那個行運 那要怎樣 首先 這個就是主菜 今天要講的 實修主要的部分 你現在就看台上 現在一堆的五穩 假設幾個人扮演五穩 你找到清靜本然的狀態嗎 找到嗎 找不到 找不到 那你是要處理些什麼 大家都知道 處理那個行運 因為心一直在動 整晚一直在動 我們要處理的必須要處理的行運 你怎麼處理呢 第一 第一 記住了 不要抄筆記 第一 只要你知道 我的心在動 就可以了 心在動 文字批評我的說話 看過了 是不是發生了 是誰讓你繼續住在裡面 才會生起情緒 是個回憶 是個回憶 所以這個時候 你第一件事 就要知道 我的心動了 所以我會捉住了一些已經發生的事情 放手 放手 當你知道我捉住了一些事情 所以我會生起一個不開心的情緒 這個你首先要知道 你首先要知道自己的問題 就不是因為誰批評我 所以我不開心 這個是世人一般的 處理自己問題的方法 沒錯 的而且確是有人做了一些事情 但是 大家一定要記住 我們每一個人都有這個能力 被一個清靜本然的狀態 站出來的 問題就是 第一 你知道嗎 你知不知道 現在你們知道 大家有沒有一個能力 是 第二個 有沒有方法 所以第一個 你知道 我知道了 我的心動了 動了 就是因為它在動 它動了之後 所以 才會後面一堆的事情發生了 現在 第一 你知道 我仿動了 我的心仿動了 那怎麼辦呢 心仿動的話 你們不能再錢了 再錢就跳下去了 好 謝謝你們 你們先坐下去 我問你 你們會笑 為什麼會笑 你剛才笑 很開心 很放鬆的時候 你看到你的心已經動了嗎 沒有看到 我的心動了 我不知道 這個就是我們的雜氣 佛陀說的雜氣 雜氣不是說不好的習慣為之雜氣 不是那麼粗面的話 不好的習慣就叫做雜氣 雜氣就是外景發生什麼事情都好 我們很容易就跟了他 跟了他之後 剛才說清靜本然那個 是不是又被壓到最後 所以五韻是說 你的心一動 你要馬上看到 你說這個很難 現在中場休息 五分鐘回來再說 需要嗎 不需要嗎 需要嗎 快點去 不需要的我就繼續說 要繼續說的 拍掌給我聽 人家要去的就很急 你們一點都不慈悲 你們 我們剛才 現在這部分 就去到實修了 是吧 剛才有個朋友 就去問 他說 喂 那你的意思是不是 那個心不可以動 那個心不可以動的話 我就沒有那個分辨能力 世間的 難道連男似女似 我都會走錯嗎 是吧 就是不去辯解 不去分析 不去知讀 不去分辨 那就有一點點麻木 對這些事情 他問得很好 不過呢 我正要去說的就是 因為還沒說完下面這句 所以他會有一個這樣的問題出來 他問得很好 如果你們聽到上個句 你以為說 那行吧 心對所有的事都不要去辯解 那你就是 答錯線 你走錯路了 不是這樣的意思 這個一定要搞清楚 那讓我們去下面這一部分 大家可以了嗎 可以了 外面還有沒有朋友 沒有嗎 我看到實修的那些人都走光了 好了 這個 我們現在開始實修 就是在說 我先讓你們去體會一件事 體會什麼事呢 我們的心是怎樣的 你們試看現在 日落的太陽 開眼 看著了 閉上眼 這個日落的太陽 依然要在你的心裏 這個慶 這個慶一響 你就開眼 你開眼之後 我不提你們了 但是你要把日落的太陽 依然是在你的心裏顯現出來的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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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上面的朋友 我一說的時候 你就要關掉這個日落的太陽 好嗎 現在大家看著這個日落的太陽 首先問一下 這個日落的太陽 有什麼形狀 圓形 有什麼顏色 橙紅橙黃 有沒有光的 有沒有熱的 是嗎 它好像有個胸 是嗎 是不是很光的 是的 好 我們現在 閉上眼 這個日落的太陽 要在心裏顯現出來的 閉上眼睛 要想回這個日落的太陽 好 現在開眼 閉上眼睛 日落的太陽就走了 完全是想不到出來的 拍了給我聽 想不到出來 好 那你多看幾眼 簡單說 你現在 只是看著太陽 不要看那隻船 只是看著太陽 然後 你現在閉上眼 要想回那個太陽出來 好 好 開眼 好 開眼 想不想到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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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拍掌說不行的朋友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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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這麼簡單的 好 好 好 現在看著日落的太陽 閉上眼睛 想著太陽在你的心裏 閉上眼 閉上眼 好 好 25秒 在開眼 25秒裏面 這個日落的太陽 一直可以在你的心裏面 顯現出來的 顯現出來的 拍掌給我聽 折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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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折 日落的太陽 再做多次 日落的太陽 你看它的時候 只是看日落的太陽 OK 其他周邊的東西你不用看 當你閉上眼的時候 你要記它的樣子出來 大慶一響 你打開眼睛 依然要記得這個日落的太陽的樣子 做第二次 我再說 看著 現在嘗試閉上眼 閉上眼睛 看看是否記得日落的太陽 不記得的 趕快開眼 再看多眼 好 大家預備好嗎 閉上眼睛 大慶一響之後 就要開眼 繼續日落的太陽 在你的心裡顯現出來 之後 上眼睛 三十秒時間 在座的你們 這個日落的太陽 可以不斷在你的心裡顯現出來的 拍掌給我聽 抖著抖著的拍掌給我聽 完全不行的拍掌給我聽 做多一次 開啟 我想要指出一件事給你們看 給你們看什麼 我現在不說 我不想你們分心 你只是看日落的太陽 看熟它 閉上眼睛自己再開眼 當你閉上眼睛的時候 日落的太陽要在你的心裡 你做不到的話 你趕快開眼睛再多看幾眼 然後閉上眼睛再去 去想那個太陽出來 可以了 可以了嗎 好 好 閉上眼睛 開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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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顯然出來 換句話 你可以記起 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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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落太陽的朋友 拍掌給我聽 完全做不到的 拍掌給我聽 完全做不到的 拍掌給我聽 你剛才做到的 現在做不到的 對不對 現在做不到的原因是什麼 忘記了 忘記了 是嗎 好 我想去問你們 你忘記了的時候 或者是摺摺摺摺摺摺 其實都是同一類朋友 甚至乎你說 心裡一直可以顯現出來 都是同一類朋友 怎麼會是同一類朋友 我一直都可以顯現出來 一直都可以記得 同一個完全忘記了 怎麼會是同一類朋友出來 是同一類人 為什麼 剛才你們在經驗的 在佛陀說 我們的心念 是雙續不斷 那個想法 他是不斷 不斷 不斷 不斷地來 所以當我們說 喂 大家要看日落的太陽 我要問那些 做一路 這個深度 可以顯現日落的太陽 這個影像的朋友 你們是不是做到 是嗎 做到的時候 然後你一定有些事情 你才做到的 一定會有些事情 會 dispe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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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陽會有一刻想離開 然後你要叫它回來 你的心要叫它起 它就起了影像 然後有一刻它就離開 然後你就叫它起 它就起了 有些人走了就有它走了 它就沒有再叫它回來了 這個原因是什麼 因為我們的心 佛陀跟我們說 我們這個心的心念 那個仿動 你可以說是生滅 它是快到怎樣 它說在這個仿動的過程 是一秒一秒 有二十幾萬次的生滅生滅生滅 快得這麼緊要 我們平時不覺得 什麼時候你會覺得呢 剛才你就開始會發覺 當你的心念 要起出來 影像是否釋法 太陽是否釋法 是否屬於釋韻 太陽是水色溫來的 對嗎 是影像來的 對嗎 你的心是否要叫它做 做事 是否這個心顯現出來 你的心一叫它要做的時候 即是你的意 你的心動了 那一動 影像馬上到 快過光速 對嗎 你只要叫它動 影像到 你影像不到 你只不過是不記得它什麼樣子 你要少許時間 叫它出來 但是 都是心叫它出來 在這個當中 我要指出兩件事 給你們知道 第一 什麼叫緣起法 你的心 心來 叫那個影像 起 是不是互相之間 因為你的心 叫那個念要動 所以影像就起了 這個就是彼此之間 你的心念動了 因為你的心有個意 叫它 有個動機 叫它起 影像就在你的心裡顯現出來 這是第一 這個緣起 是這樣生起的 第二 我要讓你們去看到的 就是 原來我們每一撒那之間 這個心念 如果你的念 一起了之後 那個生滅 與此同時是快到 它做完事了 那個心王叫那個心鎖 動 動了 先黃跟先鎖 這個心鎖 這個心鎖 這個心王就是主導 主導 起了 影像起了 滅就停了 那個緣一起 原生 它就生起了 跟著就沒有了 快到這麼厲害 如果你說生滅 是快得這麼厲害 我想給你們看 這個心念 是快到 如果你要讓自己的心 一路顯現著日落的太陽的話 你必須要有六道波羅蜜的 有一個 六道波羅蜜 你有聽過嗎 說多了 不要說 必須要有一件事 叫做精進 精進是什麼呢 堅持 你是不是要一句話 耗朗 耗朗 繼續 繼續 生起 生起 你是不是不需要叫它堅持 堅持 堅持 這個叫堅持 堅持 你的心才可以住在一個畫面上面 對嗎 對不對 你在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要你們學什麼呢 要你們不是學 要你們去體會什麼呢 心念的快速 如果你一直不去堅持住的話 他的生滅 生滅是不是很快 這個生滅 生滅裡面 你會看到的 如果你不叫這個影像出來的話 這個影像就沒有了 同樣其他的網念就會走進來 對嗎 好了 我們先針對日落的太陽 不要急 針對日落的太陽說 你現在有心念 叫太陽起 好了 你的心叫它做出來 對嗎 起了出來之後 你要繼續 不斷有個意 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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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對不對 這一下 叫做什麼 叫正念 你們記得 這一下就是 這個 因為 有些東西是沒有辦法去教你們的 我只可以借個方法去給你們聽 你們待會要怎樣看著自己的心 就是 你就是要用這一下的力 不斷叫自己 看著自己的心 看著自己的念頭 觀察著自己 就是用這個力了 明白嗎大家 明白嗎 可以知道我想指出你們做到什麼 因為 我們說五穩 上半場說五穩就是心法和識法 你的心一動 識法就是 你的心以外所有的景象 現象 聲音 人家的說話 有些人做了些什麼 你的心就是一動的話 行穩 一動 情緒是不是到 現在我們要解 解了什麼呢 剛才有個朋友問了一個很好的問題 他就說 難道是做一個沒有感覺的人嗎 不是 你照樣可以反應 問題不是叫你做沒有感覺的人 如果你做沒有感覺的人 那些植物人 那些人就可以成道 不是 所以不要答錯 而是說我們怎樣 佛陀在佛經裡面說的 觀照 什麼叫做觀照自心 觀照自心 不是說 我就這樣看自心 不是 他要力的 那個力就是 剛才你們要 不斷要那個 日落的太陽 在你的心裡顯現出來 你不是要少少力嗎 你就是要那個力 不斷去看自己的自心 不是看日落的太陽 是怎樣觀照 現在我正在介紹那個方法 什麼叫做觀照自心 是否要用一些力 可以嗎 暫時是這樣 可以嗎 那個觀照的力 可以嗎 好 我現在 要你們 我講完 反正都開了這個蓋 當我們 剛才你去看到 如果你的力 你不堅持著的話 日落的太陽是否沒有了 因為你的心念散了 在這個當中換句話 那個緣起 是否做不到 那個緣起做不到 令到這個緣起做不到的東西 都是另一種緣起 令到你那個 日落的太陽沒有了 在這個過程中 我們是否看到 這個緣起入面 是否要你的心 不斷叫心所做事 做事 做事 如果你沒有那個堅持的話 那個影像會沒有了 在這個當中 這個叫做 因緣和合 因為你有這個意 是一個因 緣就是 你叫了 影像出來了 因緣和合 你們記得 是三樣東西 你不要以為是一樣東西 必須要有一個動機 有一個因 有一個助緣 然後 大家 願意走在一起 所以才叫做 因緣和合 然後那個有 才會產生 剛才 你的心 有一個意願 要去做 是個因 緣就是 你有那個環境 如果我們周圍的 大家都是剛剛初學的 未說去到那些人的定力很夠的 如果周圍的環境 沒有這個助緣給我們 很紛擾的話 我們沒有辦法做到的 所以起碼 剛才 環境上配合到 我們的心 有這個意願做到 因緣 然後 三樣東西 拍在一起 影像是否生起了 這個就是因緣化 這個就是因緣和合 在一個因緣和合 這個影像 才可以顯現出來 是不是叫做有 對嗎 這個有就會生起了 好 現在要和你們說 你看看 如果你一直沒有去堅持 堅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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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這裡 你看到那個常嗎 常 一路行常 影像 一路行常 擺在這裡 可不可以 如果沒有堅持的話 可以嗎 不行 所以佛陀 透過這個因緣法 透過這個緣起法 它指給我們看 世間一切都是因緣和合 而顯現那個有出來的 在這個因緣和合 我們透露到的 不是透露 看到的就是 世間是什麼 無常的 包括我們的心念 在這個無常裡面 如果我們那個人不認識 這個無常的話 他的苦就不斷侵襲他 為什麼 因為 這個無常不斷襲擊他 他不認識 並且他就會生起一個錯誤的知見 因為我們剛才體會到的這個心念 相續不斷 很快很快 所以我們以為一切是常 這個常是累死我們 為什麼 他讓我們在顛倒之間 常 以為世間的東西就是一個常 以為世間的東西就是這樣 我可以安然去享有 理所當然去享有一切 那個叫自在快樂 正悟的人 才得到大自在 因為未正悟的人 一天就在這個無常裡面 而他以為是常那一刻慘 那就糟了 所以當無常發生的時候 他招架不住 他會崩潰 他會有情緒病 他會有很多的怨恨 這個常裡面是來自什麼的呢 他來自一個顛倒之見 他錯誤的顛倒之見 第二 他以為世間這個快樂 就是這麼理所當然來擁有的 其實這個樂的背後 是一個苦果 為什麼 在無常裡面 那個樂 不是永恆的 是靠不住的 甚至乎他會以為 這個世間是乾淨的 各種的清淨的 他會在這個心以外去找所謂的清淨 最大問題就是 他以為這個心是 這個人 是一個獨立的個體 簡單說 常樂我靜是四顛倒之見 如果一個人 在一個四顛倒之見裏 破不了的話 他沒有辦法 在他的修行上得到進步 但是這個常樂我靜 很幸運 是可以很輕易地透過修行上面 我們可以認知 可以體會到的 就好像剛才這麼簡單 這麼快速 你看到心念那個快速的晃動之下 你能夠已經去體會到 什麼叫無常 對嗎 時間關係 第二次說 真的不要這麼急 慢慢來慢慢來 這個常樂我靜 本來應該是另外一課 現在我們就這樣放在這裏 先讓你們大家知道 好了 我們看回剛才那個力 那個力 我們怎樣看 觀照自心 情緒一來的時候 我們才知道自己的心動了 是嗎 通常都是 問題就是這樣 沒有大起 沒有大路 沒有大落 沒有大悲 在中間 那未必表示沒有情緒生起 那你就不知道心房動了 所以呢 我現在要放一條片出來 放一條片給你們看的時候 這條片很短的 他的片的內容很簡單 分幾鐘而已 他就說有一個以前在緬甸 還是泰國一個地方的外國人 去參加他們的戰爭 在戰爭過程裡面 他就被敵軍抓了 就俘虜了他 就百般虐打 在他虐打過程裡面 他很辛苦 他對人性的好 他已經崩潰了 他覺得人是沒有好的 他崩潰了 他已經推翻了 因為他絕望 但是戰爭結束之後 因為一個人 做了一些事 令到他曾經對人性的好 他的崩潰 信念崩潰了之下 突然又回來了 他覺得人是好的 人應該是多去報師 因為人是個個都有個慈悲心的 他改變過來 所以到他死的時候 這個外國人死的時候 他跟他的女兒說 你一定要回去 去這個地方 和我多謝當日 讓我能夠改變過來 所以我才能夠保留人的最好的品質 就是那個慈悲心 所以你一定要去和我多謝對方 所以這條片一來 就是說 有一個外國的女人 就去對著 一個不懂得說英文的阿婆 說究竟你當日 對我爸爸做過什麼 你是用什麼方法 能夠改變他的 是這麼簡單的 但那個女人 是不懂得說英文的 你們看這條片歸看這條片 看了才說 開片 讓大家很多 讓我來 好 陪我來 海詞 這個位置 他的名字 是 我的父親 是 他曾經是一軍人 他曾經是一戰爭的戰爭 他曾經是一戰爭 他曾經是一戰爭的世界 但當地的戰爭 他改變了 他的信心 他改變了他的命 去幫助別人 當天他死了 他問我 去找找人 他改變了 他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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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問他們 他問他 問他 他問他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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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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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